建一个制造类型的文件 子类型选择模具形枪 输入文件名称 取消使用默认模板复选框 单击确定按钮 在新文件选项对话框中选择 选中的坐标系 进入到坐标系收集器当中 在收缩率当中 输入收缩率 千分之六按回车 单击完成 检查收缩率的设置是否正确 单击分析区域 选中其中的收缩信息命令 系统弹出信息窗口 可以看到XYZ方向都放大了千分之六 在模型数中 右键单击参考模型 在右键快捷菜单中选择 重新生成命令 创建工件 单击参考模型和工件区域当中的工件按钮 选择其中的创建工件命令 在原件创建对话框中 输入 输入工件名称 单击确定 在创建选项对话框中 选择创建特征命令 单击确定按钮 系统进入毛胚创建状态 选择形状区域当中的拉伸命令 在打开的拉伸特征操作面板当中 单击放置 定义 草惠面 选择 Front面 参考平面 选择 Top面 单击草惠 进入草惠状态 加参考 绘制中心线 绘制矩形 注意左右对称 修改尺寸 单击草惠工具栏当中的确定按钮 完成草惠 设定 拉伸方式为对称拉伸 拉伸深度 150 按回车 完成拉伸特征的创建 将鼠标放置在组件上 右键单击 将其激活 毛胚创建完毕 创建分形曲面 单击分形面和模具体积块区域当中的分形面命令 系统打开分形面操作面板 在模型树中 右键单击毛胚 选择 遮蔽 选中 水杯的内壁 单击 模具选项卡 操作区域当中的复制命令 继续 单击粘贴命令 选中的曲面作为种子面 按住Shift键 选择 外导角 松掉Shift键 整个内壁和背口 全部被选中 单击完成 完成水杯内壁 及背口的曲面复制工作 切换到分形面 选项卡 在模型树中 右键单击毛胚 取消遮蔽 并且选中 上一步复制的曲面 继续选中 上一步复制曲面的边界线 选择 编辑区域当中的延伸命令 按住Shift键 将鼠标 将鼠标放置在 复制曲面 直上单击鼠标 左键 将整个环全部选中 选择延伸方式 为延伸到参考平面 延伸到毛胚的顶面 选择毛胚顶面 将复制的曲面延伸到了 毛胚顶面 单击完成 第一个分形曲面 创建完毕 单击分形面操作面板当中的完成按钮 继续创建第二个分形曲面 单击分形面命令 选择形状区域当中的拉伸命令 草汇面 选择毛胚的右侧面 加参考 绘制直线 完成草图的绘制 单击草汇工具栏当中的确定按钮 设置拉伸方式为 拉伸到选定的点曲面 平面 选择毛胚的左侧面 单击完成 第二个分形曲面创建完毕 单击分形面操作面板中的完成按钮 分割体积块 单击分形面和模具体积块区域当中的模具体积块命令 选择其中的体积块分割命令 系统弹出分割体积块菜单管理器 选择两个体积块所有弓箭 完成 系统弹出分割对话区域当中的确定按钮 系统弹出属性对话区域当中的确定按钮 系统弹出属性对话区域当中的确定按钮 继统分割体积块 在分割体积块菜单管理器当中 选择模具体积块 选择模具体积块 完成 把鼠标放在第二个分形曲面的位置 单击右键进行切换 直到选中第二个分形曲面为止 然后单击鼠标左键 选中第二个分形曲面 确定 继续确定 系统弹出属性对话区 着色观察 正确 单击确定 第二个 模具体积块 单击确定 体积块分割完毕 抽取模具元件 单击 元件区域当中的模具元件按钮 并选择其中的形枪箱块命令 系统弹出创建模具元件对话区 将三个模具体积块全部选中 单击确定 单击确定 系统将根据三个模具体积块 创建三个模具元件 创建筑模 单击确定 单击原件区域当中的创建筑模名领 输入 模具显示 模具显示命令 模具显示命令 在弹出的遮蔽取消遮蔽对话框中 选择 参考模型将其遮蔽 模具显示命令 模具显示命令 选择分析面 将两个分析面全部遮蔽 关闭对话框 仿真开模 单击模具选项卡 分析区域当中的模具开模命令 系统弹出模具开模菜单管理器 单击定义步骤 定义移动 选择行星 确定 选择移动方向 输入移动距离 按回车 继续定义移动 选择全部的模具元件 单击确定按钮 选择移动方向 50按回车 继续定义移动 选择后部的模具元件 确定 选移动方向 输入50 按回车 单击定义步骤 菜单管理器当中的完成按钮 完成水杯模具型枪设计 订阅